哈喽 大家好 ok 5点半的时间啊 我要赶快做一个直播半个小时的直播 然后你们就可以去煮饭了 ok 所以现在呢 我在线上做直播这个是 嗯 教育性的哈 我们可以学一点东西哈 ok 大家好 我看一下 ok吗 可以了哈嗯 有声音有画面行了 有声音有画面就行了 很好 很好 ok 可以啊 嗯 把你们的这个放前面哈 嗨 大家好 下午好哈 嗯 今天呢 嗯 刚才我就听了新加坡的新闻哈 China 5 新加坡China 5的新闻那里 就讲了新加坡从星期二开始 下个星期二开始 开始封国哈 他们是也是叫行动限制的哈 一个月 你看他一封就封一个月哈 我们两个礼拜两个礼拜 他一封他就直接裹蛋了 直接了蛋的一个月 好可怕啊 那你看 全世界哈 现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大家都在谈论的哪一个国家 你看开面子的时候看新闻 看哪里什么都在讲这一个 那感觉就 嗯 心情很沉重一下啦 但这是最好的方法哈 最好的处理方法 那我相信新加坡 新加坡那么 那么厉害的一个国家哈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 到最后也会选择封城封国哈 就是啊 到最后也走向了这一步 当然他不像我们马来西亚这样子哈 你要封哈 你给你一天时间那时候 当马来西亚宣布的时候 只给我们一天的时间那时候好紧张 所以大家都出现了很紧张的那个心情和状况哈 ok 那么在新加坡的话呢 他就给了三天的时间 今天星期五 他星期五通知你 宣布 然后星期六 星期天 你还可以做你的准备 你该回去公司拿东西收拾东西 准备work at home的 你就有时间去准备 你还可以有时间开会 还有时间消化 ok 还可以三天时间 今天星期五 明天星期六 礼拜拜一 这三天时间是还没有封的 所以大家还有时间在那边收拾东西 准备东西 要住哪里要去哪里的赶快确定好好 然后星期二开始他才正式的封了 整个新加坡 所以你就不能够再随便走动了 所以要住的地方很多人先要清楚 接下来新加坡人你要住一个月 ok 因为一封就封一个月 所以这个一个月里面 你要住哪里最好想清楚楚 你不可以到处搬来搬去 ok 所以刚才我听了李显龙总理讲的话 也是非常正确的 他这样子的做法非常正确 所以刚才有做了一个直播分享给你们看 所以你们要看的话等一下可以看回去 就在我这个视频的直播的下面 下一个 那听他怎么讲 ok 然后再看一下人家 新加坡会给三天的时间给你去准备 我们马来西亚那时候只给我们一天的时间 搞到大家都很紧张 是的 新加坡也是lockdown了 新加坡也lockdown 但是他lockdown他分到很仔细 告诉你每一个部长出来解释 所以非常好他讲到很仔细 所以大家可以看我刚才的新闻 我直播的那个新闻 ok 好的 现在这时间五点半的时间 我相信 网络上很多新闻也在刚刚刚刚上播出去 我们的卫生部长也是有在讲东西一个是个样的 大家听了很多消息 所以心情可能现在有点沉重 大家 那我们收视一下心情 现在开始上课学一点面向的东西 ok 是看到你们的comments 所以当你宣布封国的时候 应该要仔细的像新加坡这样子 由总理先讲 然后各个部长清楚的交代 让人民更加知道明确的 就不会有太多的疑问 然后他就明确的交代 这样子的方式很好 而那时候我们马来西亚他交代了过后 嗯 然后就收线了 然后不清不楚的那种状况 然后就是跟你一天时间那时候紧张到不会讲 我告诉你 因为刚好那时候我从基隆坡回来 完全没有准备翻倍的情况之下 那一天的时间搞到很紧张 ok 所以现在大家都适应了 都已经适应了 现在轮到新加坡 我相信新加坡能够把这件事情处理的很好 ok ok 马来西亚有人写Dora and Mon 你们还还在Dora and Mon 听说那一个部长有道歉呢 ok不应该这样子啦 你看看人家部长跟我们部长差多远呢 唉 没有话叫 ok 这个没得选择 没得选择 我们就算有的选择也很不公平 所以没得选择没关系 当然外面大环境 ok 新加坡应该不是叫lockdown 应该是stay at home 他是行动限制 类似我们的行动限制 所以正式的名词等今晚上的新闻出来 看他写什么字 ok有特别的新闻的话 在新加坡的电台 我会做直播给你们看 因为可能在在北马啊 或者基隆坡的 他们看不到新加坡的电视台 所以我会做直播给你们看 那你了解一下新加坡他们怎么控制 ok 嗯 是的 好 ok现在呢 我们大环境在外面怎么乱 现在进入了我的小房间里面 就是我的这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直播房间里面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ok 今天呢我做了一个直播很不错的 是在屋子外面的哈 就介绍跟大家解释屋子外面的 青龙白府格局还有朱雀的这个格局哈 然后还有讲到厨房的风水 吃饭厅的风水 所以我觉得蛮不错的 只是很可惜的是这个视频 嗯 看不到了 所以当时在线上有的看的人就学习得到哈 所以我每一次的直播有时候可能 可能他会突然之间不见掉 所以你们最好就带在线上看吧 那也也比较奇怪了 最近可能直播台有点问题哈 面子书有点问题 今天讲的话题呢 就是面相学里面的眉毛 我们再继续讲眉心哈 眉心还有很多个要讲 但今天讲的眉心过后 我可能会休息一下 明天我们换另外一个课题来讲 ok ok 那我们正式上课咯 你们拿纸和笔开始记录哈 要不然等一下又不见掉的时候 又没得看哈 那每一个人的眉毛呢 其实都不一样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一个人的眉毛是一模一样的哈 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像水晶 没有一颗天然的水晶是一模一样的 绝对不会有的 ok 所以没有复制的 ok 那有些人的眉毛呢 可能比较浓密一点 有些人的眉毛会比较稀少一点 其实眉毛也有分很多 除了浓密稀少 还有分高和低 眉形等等 眉形就二三十种非常的多 所以不一样的眉毛呢 形状呢 就有不一样的寓意 所以之前我们了解过不同的眉相 我们学过几种 你们还记得吧 学过几种眉相 学过几种 ok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眉相 眉形 这里看到家族的关系 婚姻啊 子女等等哈 所以单单从一个人的眉毛 其实就可以看出很多东西 ok 接下来等一下的直播就跟你分析 应该今天分析三个眉形哈 所以 然后教大家看看 关于健康智慧 还有个性品德 ok 那在这边呢 先跟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一个人的眉毛 再让你呼吸一下 让你再重新记得一下 我们一个人的眉毛呢 要绣缠整齐 ok 绣缠整齐哈 明白绣缠整齐哈 绣缠整齐 然后每一根呢 清清楚楚的哈 不要脏 不要感觉上一堆黑黑暗暗很脏的 要根根见底 在昨天的我有讲哈 根根见底呢 就是每一根你可以看到你的肉的 不要黑到完全看不到肉的哈 所以要根根见底 ok 清而不着 所以眉毛呢 要一点点弯缠 眉尾 我们眉尾很重要的 一定要超过眼尾 眉尾要超过眼尾 ok 然后眉毛不要伸展的时候 不要往上这样子伸展的 非常不好 那眉身 眉身 眉身是三分之二 这边前面这半部 三分之二这个叫眉身 后面这个叫眉尾 眉身整个不要中断 不要突然间 断掉那种感觉哈 不要 然后眉领骨 眉领骨就是我们眉毛这边哈 这个眼窝这边的 这一摸下去有个骨头的 然后才到我们眼睛下去哈 眉领骨这个位置哈 不可以太高 不要高高上来拱上来的哈 然后呢 两个眉毛中间哈 这个地方叫硬弹 硬弹这边呢 最少要两个手指 这个距离哈 这样子的眉形呢 比较标准的哈 这样子表示这个人的性格 比较聪慧 OK 品种比较优良 同时呢 如果整个配合的好的话 它代表着 生命比较长的长寿的一种象征来的 OK 嗯 OK 好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一个眉形哈 来我给你看一下哈 啊 今天我们学一学这个 眉毛尖身 眉毛尖身 我记得第一次讲眉毛的时候 我有讲过 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放到图片啊 现在放一个图片给你们看 这个就是眉毛尖身 看到吗 这样子哦 晚上生上去 这样尖尖滋滋的 因为眉毛要什么 我跟你们说过 眉毛好的眉形要顺身 眉毛要这样顺顺过去的 那是最好的 眉毛尖身哈 就是毛本身的伸展 注意眉毛本身的伸展 不是讲形状呢 我们再讲他毛伸展的位置 伸展的那个方式 OK 眉毛尖身 就眉毛是伸直直上去的 看到这个图片吗 眉毛直直这样伸上去哈 这样子的人呢 其实他有性格上的一些缺陷 哈 代表这个人的性别呢 比较 嗯 比较独的 OK 然后这种人呢 有时候是自勇向前 算是也也会用头脑 也是很敢的一种人 但是就是比较没一点 没良心的那种哈 所以他们比较凶狠一点的哈 比较狠一点 所以他的一生中 可能会遇到一些严重的危机 或者一些危险 那么 他们在人和人之间交往呢 也比较现实一点哈 对他有利的他会跟他交往 对他没有利的 基本上他不踩他 非常现实的一种人 比较重视现实 比较重视利益 然后 嗯 嗯 如果 只是一部分 你的眉毛哈 不是全部都尖身 像这一个图肌肤是全部都尖身 都是尖尖站着的 如果全部都尖身 他肯定就不好 但如果只是一部分的话呢 当然就是 只是减半 他的不好 减半 这样子来说哈 ok 可以哈 ok来我们看 好 那我们一般人的眉毛哈 我看到有人问 四号五号不可以拜祖贤大雄是吗 如果 现在我相信哈 清明节就是在明天 四号 然后四号五号这两天呢 为什么不可以拜呢 这里写大雄哈 有人讲问是不是大雄 那我可以告诉你 去扫墓你要注意 而且四号当天清明正日不是兄子 是ok的 当然 嗯 我们理题讲一下这一个东西 纠正一下大家 因为清明节就是明天的 大家要注意哈 明天可以拜祖贤的 尤其你是在家祭拜 在家祭拜是没有关系 不用特别选日子的 听清楚啊 不用特别选日子 那请问你在家拜神 你有特别选吗 今天破日你就不拜神吗 所以不可能的 所以在家拜是没有关系的 有时候破日不可以上三分去拜 会冲到我们是因为坟头那里 三分那里不止你的祖先 他还有其他的阴魂 还有阴灵还有其他的在那边 所以我们会有会有一点杀气 不太好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要特别的选日子 但是如果只是在家祭拜呢 我可以告诉你不用选日子的 没有东西冲到你 所以没有关系的 ok 眉毛尖身 ok 对尖是这个尖哈 那一般上我们的眉毛毛流哈 如果是从头顺身到尾哈 ok这是顺身是正确的哈 但是如果眉毛全部逆身 我们眉毛的毛流 基本上是这样 前面是顺这样顺过去身的 到后面呢三分之二这边 每一三这边 他就稍微会往下身 正确来说这个样子就要顺了 这样子就要顺了 但是如果一个眉毛完全是逆身的 反方向身的 该往下的他往上 该过去的他过来 这样子完全是逆身的 ok 然后毛流 眉毛的流量哈 又朝着你的硬坛 就是两个眉毛的分向增长的话 就属于这个样子哈 他肩身肩到这个样子的话 代表什么呢 这一个人哈 你像从毛你就知道了 眉毛的毛你就知道他的性格了 就代表这个人的气量很小 很小气的一个人哈 没有什么度的 这种人没有什么度 ok 所以有些人比较小气 你从眉毛就可以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小气的人 如果他是小气的人 你跟他讲话 跟他交朋友什么 你就要很小心 因为他很斤斤计较 然后他很会记从非常危险哈 然后这样子的性格的人 除了这个以外 他是比较骄傲的一个性格 ok就自尊心很强 然后有点急躁 然后有些什么东西都不认输的好动 性格属于不好的一种性格 ok 我认为这样子的人常常自以为是吧 所以这样子的人可以说是 比较难得到长辈善事的欢欣以及提拔 而且容易跟同辈同事之间树敌 看什么都不顺眼 跟谁都很难相处哈 一生中呢 其实比较容易遇到很多灾害 ok 所以逆生的不好 ok 肩生的不好 逆生然后又生向硬坛两个眉很靠近的 那些都是属于性格不好 因为你的性格 所以你的眉毛是这样伸展的 ok 人要顺 四千万物 顺就对了 你不要什么都反过来 什么都逆 这样子的话 人怎么会好 ok 所以这个性格不好 性格不好 是一个大问题 性格不好一定要改性格 一定要改性格 然后再硬硬的把你的眉刷到顺就对了 所以我们要人为去改变它刷到顺 有一天你刷到顺 每一天你的肩生的眉毛和逆生的眉毛 你每天刷它刷它刷它 刷它然后修剪 刷它修剪的时候 你告诉自己 不要这个样子 因为这样子的人性格不好 你不要这样子 我要改变 我要改变 每一次刷你都这样子自己 跟自己讲 我要改变 我要改变 你看一下 刷个几个月 你看你改不改变 一定会改变的 它在很多方面就会改变 包括在你的 因为你自我灌输 你自我灌输 你自己知道问题了 ok 然后你希望改变 你不希望自己是这样子的性格 所以你自我灌输了 过后 命运就会改变 很神奇的我告诉你 试试看这个样子 不要不去管它 懒惰去修 懒惰去输 懒惰去替 那个就是你的问题了 所以你一定要踏出这个第一步 ok ok ok明白了 明白我为什么要讲眉毛吗 因为我就是要你们了解了 眉形 然后要你们改 就是这样简单 而不是知道了这样子的眉形 然后又怎样 你就是认定说 我就是性格这个样子 我就是性格这样不好 我就是这样子性格暴躁 那我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就不去管它 那我告诉你这一生真完了 人生只有那么一次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然后让自己做的最好 有什么不对的 有什么不好的改进吧 ok 不然的话 现在社会这么乱 世界这么乱 你我们既没有中到病毒 能够健健康康 活下去的我们这一群人 真的能够度过这一次危机 好好的活下去 请珍惜生命 爱惜生命 然后把自己这两个星期 接下来两个星期里面 把自己的缺陷不足的地方 好好的思考 然后 然后等全部东西恢复了正常过后 逼自己改变 然后就好像重生的那个感觉 ok 试试看吧 ok 然后再来呢 跟大家讲一下 女人的眉毛 女人更加应该柔更加应该顺的 是很重要的 女人 女人不要像个男人这样子 如果女人的眉毛生到尖身这个样子 这个图片的你看这个像男人的眼睛 男人的眉毛 如果刚好生在一个女人的脸上 ok又尖身 这样子的状况 你看这肯定是比较苦的一个女人 不好的 刚好尖身还不用紧 然后又压眼睛 压眼睛就是我们眉毛跟眼睛之间 我们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距离的肉的 但是有些人的眉毛是比较低的 就是很靠近眼睛 就感觉上很靠近眼睛的那个样子 我们叫做眉压眼 ok 眉毛压着眼睛很靠近 然后眉毛又很硬 这样子尖身上去的 这样子的话呢 看起来 你看你就想像这样子的人好搞吗 这样子的人代表性格不好 ok 代表人际关系非常差 所以这种人呢是很会压印自己的 ok很会压印自己他心机很重的 任何事情呢他其实很斤斤计较 很不爽的 只是有时候他不说 然后也不容易满足他 所以很多事情他既没有能力 又没有实力 可是又很不爽很多东西 所以做很多事情呢就会弄脚反做 然后他想的东西不确实记的 然后他的计划很多时候是无法实行的 然后决定后决定的东西又很会改变 三心二意的 有时候会觉得哇这种人野心很大 看起来很有 当女人有这样子尖身的眉毛 再加上眉毛压着眼睛感觉低一点的话 你看他的那个样子去想像他那种样子 是不是看起来很有野心很厉害的一个人 其实我告诉你样子罢了 样子野心看起来很大 好像很会谋视 其实所想的东西所做的东西都不确实记的 所以如果你在公司里面重要的业务 你要交给这样子的人负责 基本上我告诉你很难成功的 他们做东西都是一半一半的 然后到最后又要狡辩 然后又很难跟人家相处 所以这种人太骄傲了 而且脾气不好 另外一点重要的脾气不好 眉毛太硬太健身 很容易被人家激怒 你只要稍微讲那些不好听的话 刺激他他就很容易爆发 情绪很难控制 所以很容易跟人家产生口角 争执 不爽这个 不爽那个 所以这个就是 人生的问题 性格的问题 所以他会出现在你的眼眉之间 OK 然后我们眉毛和我们眼睛之间 这个地方叫田窄工 田窄工 代表着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产业等等 所以如果眉毛压着那一个位置 就是这个地方比较浅 比较很少 然后就感觉眉毛就在眼睛 准准方面的话呢 代表着这个人事业不好的 事业不顺 贵人运也不好 然后也很难 很难累积产业 所以可能 嗯 财运不好 OK 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有的话 稍微要叫他改变 当然 没压眼 怎么改呢 好难耶 所以可能要剃掉一部分 可能 打一点 feeler再给他有点肉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后天怎么改变 你们可以去询问一下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 社会很发达 科技发达的时代 应该有办法可以做一些人为上的改变 那最重要就是你知道了你的问题 然后你自己愿意改变 如果从面向改变不到的话呢 就从自己的性格 应运币自己改变 修行去改变 OK 可以 那女人的眉毛呢 女人其实很重视眉毛 你会发现到 有些女人画眉可以画很久的 一天画眉画几次 我也是其中一个 画眉可以画很久的 我觉得整张年 最难搞的是眉毛眉心 每次在画的时候 但很小心 今天的眉画的美 基本上我心情很好 然后觉得自己特别漂亮 今天的眉画的不美呢 我就有一种 哇很显 心情有点低落的那种感觉哈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子 但我告诉你女人画眉 会蛮投入的 OK 嗯 嗯 女人的眉毛呢 如果是乱七八糟 散乱的 不整齐的 像左伸 像右伸 散乱的 然后又肩 又肩硬 这样子伸上来的哈 再加上又浓 嗯 去想象一下自己想象 又浓 女人哦 又浓 又浓厚 然后又很阔 所谓阔 是这个是阔哈 不是这个哈 这个不是阔 这样子阔 又很阔 很浓 很粗 然后再来很短 不过你的眼尾的哈 很短 OK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女人这样子的眉毛哈 感觉上很像 杂草 所以这样 因为很杂乱嘛 然后又很浓 然后又伸上来那种感觉哈 所以很像杂草 也很像什么呢 干铁 OK 很像一个干铁石 这样感觉哈 这样子的女人呢 你们自己告诉我 但从面相里面 从一个眉毛这样子 你看到他是一 这种样子的眉心 你第一个感觉会是什么 这种女人会忘夫吗 你自己去想 他会对老公很好吗 所以你要去想思考 所以面相的东西 当你理解了 你不要死背 你用理解的方式去理解他哈 所以我就用想 所以我每次教任何东西 我喜欢 让你们去想 用我们的头脑 去理解东西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寄东西的 不用死背的 用想的方式哈 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开始想了 这样子的女人的眉毛又乱七八糟 又散乱哈 然后又尖身 然后又浓 又阔 OK 又粗 又短 OK毛很硬 这样子的感觉哈 像杂草 OK像干铁 这样子 这样子的女人呢 通常呢就是 我们是属于客服 客服的女人 一定是欺负老公的 然后 嗯 也有可能是 客服行指 对孩子孕也不好的 而且不会贤惠 不会持家 非常可怕的一个美心哈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子的眉毛呢 你把它剃掉 修剪好好的刷他 每天刷 一定要去改变这个 当你越刷 人的性格会变 心态会变 每一天 每一天去做 然后改变 硬硬的他改变下来 不然这样子的女人是属于客服行指 然后不贤惠的女人 非常可怕 OK 然后就是 还有我觉得这样子的女人 你看这样子的样子哈 小心眼的 心胸很狭窄 又很多余 做人就是疑心疑鬼的 什么东西都觉得别人要害他 别人这样 就很多怀疑不相信人 自然呢 人缘就没有 不好了 然后这样子 眉毛不顺不柔的人哈 然后又坚深 代表他自己本身智慧智商也不好 代表他的 他缺乏智慧 代表到缺乏智慧智商不高的话 代表他没有能力 OK 所以他代表没有能力的 OK 只有一副胸样吧 用胸来做事情哈 然后简单说一句呢 就是一副 没有能力就没钱了 穷苦之下 然后客服老公怎么会有钱呢 所以肯定就是没钱 所以讲到底到最后 好简单就是没钱 所以会有一个吸引力法则哈 当你有这样子没心 就会吸引这样子的老公 被你欺负 然后又没有能力 也赚不到钱的 然后自己又对这个不满 对那个不满 看这个不爽 看那个不爽 然后又会骂人 所以请问这样子的家庭 这样子的老婆 他会把你的家庭搞到怎么样子 所以我们要克服哈 对婚姻对家庭里面是一个不良的磁场 一个家庭里面老婆 妻子哈 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娶一个嫌妻 娶一个好的老婆 你的家的磁场会变 OK会变 一个不好的太太进入了你的家庭里面 一样也是影响到你的磁场 所以老婆真的很重要 所以娶老婆小心一点 看好来好 所以身为女人呢 要让家里幸福 要旺夫 要让家里都赚得到钱 OK 磁场好的话呢 身为太太的 不要自己以为我只是家庭主妇哈 不要以为我只是家庭主妇 我不重要 你非常重要 OK因为你好的话 你会带望你的家庭 带望你的先生 会带望整个磁场 会持家有道 也对小孩子很好 所以一个太太 不要因为自己是家庭主妇 什么都不管 不可以这样子 改变一下你 OK所以不需要你出去外面做工 但是需要你帮助这个家的磁场 维持下去 需要你辅助丈夫 需要你做很多东西 所以一个太太在一个家庭 是站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OK除了赚钱以外 其他他都非常重要 OK OK 刚才讲到这个面向的 就是女人的眉毛长得坚挺 然后乱七八糟又短的话 这种人其实 然后去到尾部的话 去到尾部 既短了又散 散 这样子散开来的话 这样子的人呢 除了贫穷以外 除了没钱以外 还有一个很糟糕的缺点 很糟糕缺点 娶老婆千万不要娶到这样子 他很懒惰 OK 很懒惰 非常懒惰 懒惰是我觉得一个很要不得的事情 你既没有 没有才能在外面做工赚钱 那你持家不能够懒惰 你应该把家管理好 你应该做好你分内的东西 让外面做工的先生 另外一半 回来的时候比较 没有这样大的烦恼 也 也减轻他的压力 不要说老公回来了 就叫他 你拖地板 你这样这样这样教他做东西 其实很多女人会觉得 我在家做他好累哦 那他只是在外面做工 回来了 再帮我顾一下 做一下这个那个 可是男人在外面有男人的压力 女人在家做家务 有女人的压力 但是我们能够身为女人的 应该每个人都有一个角色 一个地位 一个身份在那边 做好我们的我们的那个位置 我们家女人要贤惠 持家有道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选择做家庭主妇 那请做好这一块 但如果两个都是事业型的 男人也是事业 有事业 女人也是有事业 但回到家里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好好的分配工作了 ok 因为这社会很平等 不可能男人在外面有做工 回来家里的时候 不用做工 女人在外面有做工 回来家里的时候 还要做家务 这样我们女人不是好可怜 哪有这样子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大家就要妥协一下 嗯 要怎么分配 ok 所以东西不是绝对的 要看是什么样子 但这样子的女性呢 如果眉毛很坚挺 然后又尾部太散乱了 太散了 那种样子 通常就是懒惰 我觉得懒惰是一个大忌 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老婆真的是很头痛 要慢慢的改他 慢慢的教 首先呢 教他修眉毛先 首先叫他修眉毛 然后后天慢慢的改 因为你要抓到一个人的性格 其实不难的 在相处一年半载 基本上已经抓到他的性格了 ok 家里的贤内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抓得到他性格 抓得到他优点和缺点 当然有时候我们要放大优点 放小弱点 可是那一个弱点真的是不好的话呢 有时候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需要另外一半去提醒他 然后慢慢引导他 ok 如果这种女人你要去改他 刚才我讲的那个 不容易 因为他比你凶 所以很难改 然后又比你固执比较难改 所以要什么方法呢 慢慢改 首先先从修眉毛开始 ok 另外一种眉心呢 出现在女人的这种现象 也是不大好的 我们叫做白虎眉 白虎 white tiger 白虎眉 白虎都是都是属于 古代人认为白虎都是客服的 ok 所以怎样子的眉毛是叫白虎眉呢 其实就是年轻的女子 年轻的 听清楚 年轻的女人 眉毛基本上都是黑色或 深巧克力色等等 然后比较柔顺 因为年轻健康 所以眉下会显示这样子 但是如果年轻的女孩子 眉毛中 闸身 闸身 白毛 闸身 闸身 白色的毛在里面 属于大胸像 所以这个不好 这样子的我们就叫做白虎眉 ok 一生中呢 比较命苦 为人呢 有一点薄情寡义 然后财运又不好 事业无成 一生中就就比较 一直会遇到问题 我们就会遇到困境 所以古人呢 一直认为白虎眉 这种女人呢 会客服 客婚姻 所以 嗯 然后让家庭的运势走下坡 所以讲到很惨这样子 ok 这是古人说的 但现在呢 我们 嗯 还没有什么证实 实际的例子 因为我还没有看到 这样子的眉心的女人 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 ok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眉心 哎 我们懂了这个 肩生的眉 肩生的眉 蛋沟眉 ok 蛋沟眉 这种眉心有看过吗 三角形的 嗯 蛋沟眉 来 接下来你们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眉心 ok 蛋沟眉呢 就是眉毛像一个三角形的形状 所以我们叫蛋沟眉 ok 蛋沟眉呢 其实眉毛有一点短 他没有过眉尾 比较短的哈 然后 那你有注意到吗 不会过眉尾的 是一个三角形就在那一点点那种感觉哈 所以可以判断这样子的人哈 他是属于你注意看有一点闪 然后有一点乱 这样子的眉毛哈 拥有这种眉毛的男人 听清楚 男人哈 男人平时呢 这样子的眉毛 代表他缺乏同情心 比较没有爱心 ok 而且也比较没有什么笑心 笑心不够 然后个性有一点奸诈 也是属于比较自私的 然后是属于很 会怀鬼胎 这一件事情 他想想太过分 想太多了 所以跟他合作 跟这种人合作有一点问题 因为他太顾自己了 他会想很多东西 甚至想暗算你的 或把所有利益都想在他那边 所以这种人是属于不可靠的人 所以如果你的合作对象 在事业上的合作对象 你都要提反这样子的一个眉心的人 而且这种人呢 他喜欢制造事端 制造问题出来 然后把问题搞得很复杂化 小小的一件事情 越弄越远走 越弄越远走 属于自私的人 ok 他们是什么事情都想到自己 然后什么事情都想到自己的好处 而且不讲义气 之前答应过讲的东西 到后面全部返回来不讲义气了 所以这样子的人 通常会在背后里面做一些 损人利己的事情 然后损人利己 对别人不好 帮助自己 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然后是属于比较 不道德的行为吧 我觉得这种人的性格 所以 这种人还有一个问题 除了刚才讲的 就是他们的判断力不足的 ok 事业上容易变动 一遇到问题 他们比较怕问题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他太自我保护太强了 所以只要遇到问题呢 遇到危机 他们就马上放弃 就觉得我跨不过去 我做不到 不能够刻苦耐劳 不敢去面对问题 所以往往都会选择放弃 所以会导致他一生中的事业很难成功 跟别人合作也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跟这个人合作下去 ok 讲到好的答应的东西全部说好了 等一下遇到问题的时候 像这样子遇到一个经济危机 公司要关两个月 这样子 ok 他就有另外一种说法了 那个时候呢 做的东西和决定节目都是保护自己 立即为主 他就完全不顾别人的 所以这样子的人自然呢 在跟合作伙伴会这样子 跟同事 在有利益的同事都会这样子 自然对到家人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也是我们讲这种媒形也是属于跟亲人关系不好的其中一种媒形 ok 单勾媒 你们有没有看过单勾媒的媒形 ok 所以注意一下身边这样子的媒形 我说他是有点乱 三角形 然后短 ok 短哈 所以注意一下单勾媒的人 所以如果你选择要合作的partner 有些人做生意写 要选股东合作对象的话 注意看媒形 所以你从我的直播里面就大概知道了几种媒形的人到时候会被返回来 有没有讲义气之类的 从这个脸相你就可以大概观察了 因为有些人在跟你合作做生意 在跟你配合的时候 他会讲很多很好听的话 什么都答应你什么都讲的最美最好 可是呢一触到问题我告诉你 玩玩吵架的情况只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生意不好就关系就糟糕了 另外一个是生意好赚到钱 有钱也会吵 所以合作的事情啊 每次会遇到生意好也吵 生意不好也吵 有钱也吵 没钱也吵 这个就是之前没有讲好所有的条件 所以把条件全部讲好了过后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对付当工媒的人 这种人呢 你一定要黑纸白纸 不要让他讲 ok 他讲的过后完全是返回来的 完全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一定要黑纸白纸找个lawyer 找个witness 见证 这些东西让他没有话讲 这样子才是保护你自己最重要的 哈 ok 嗯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种眉心哈 ok 我们来看一下哈 霸字眉 诶 这个霸字眉 两种霸字眉要注意看 有看过霸字眉吗 霸字眉眉毛呈现一个霸字的感觉哈 两个都是中文的霸字 就这样霸字对吗 中文的霸字 我们来看看分两种 ok分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图片的那一个哈 眉头比较松的 然后去到了霉中 开始分到霉尾 他就分了两个霉上来 有没有这样子的霉形 图片所看的 就是霸字这样分开来的 ok 成霸字形状 那霸字是这样分的 这个霸不是这样子的霸 他是这样子的霸 ok 这样的霉形的人比较少见 因为他去到分了两个霉 就上来真的很少见 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看过 但是只要有这种霉形啊 ok 非常少见的 但如果有这种霉形 不论男人或者女人 你认为这样子的霉形会好吗 所以现在我觉得你们上了我几堂课 应该很厉害看的 对吧 大概都知道好和不好的霉形 长什么样子的 你们认为这样子的霉形会好吗 我不要讲先 我看你们会不会 ok 等等你们的反应 看一下大家 因为我上课 我教东西我喜欢靠靠你们 喜欢让你们动动脑筋 不要只是我讲 我告诉你 你已经开始在吸收 你已经开始在理解 你开始知道眉毛怎么看性格 眉毛软或者硬 你生长的方向 怎么看性格 已经大概懂了 所以当你看到这样子的霉形的话呢 你会觉得怎么样 我看到第一个 讲告诉我的是 Jul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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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他写不好 好厉害 正确 你看是不是很厉害 Joyne 讲不好 狡猾 Yen 也是讲不好 Kristine Dieu 也是讲不好 你看谁会讲好 大家都讲不好 大部分人都讲不好了 Kora 林讲不好 来我看一下 Coco KOKO Coco 好听 Coco也是讲不好 五月 Yo 五月 也是讲不好 OK 接下来 OK KarenN 好厉害 看了都不舒服 所以你们会看面相的 好厉害 所以面相的东西 谁讲好 有一个讲好的 英春 CHA CHA CHA英春 应该是叫CHA英春吧 你是全部人里面唯一一个讲好的 你什么问题 你重新看回之前的直播 重新上课 OK 大部分人都讲不好 Niko 也是讲不好 艾伦也是讲不好 Vaness 也就讲不好 修康也是 C C 什么名字 OK 大家都大部分人讲不好 至于一个一个 不会看的那个讲好 看面相的东西 好容易看的 你第一眼看过去 你知道已经是不好了 非常简单 真的不好 这样子的眉心很少人有 但是如果真的有 然后他不去理他的话呢 这个人呢 不论男人或女人 这样子的眉心 代表这一生中牢牢陆陆 非常不好 一生中赚不到钱的 收获很少的 几多努力付出几多东西 基本上他也不努力的 OK 所以所以他收获很少很少 OK 然后 刑客婚姻 婚姻关系非常糟糕 会离婚 会孤独 子女缘分很薄 OK 如果再配合其他的眼睛啊 鼻子啊 这里又凹啊 那里有骨头啊 等等的东西 这里关骨又高啊 这里婚姻工作 塔陷下去啊 等等配合其他不好的面相的话 再严重的话就是没有子女送中的面相来的 然后会露宿街头 变成流浪汉 或者是住在收容所 没有人要等这种可怜的眉心 OK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孕不好的眉心 所以如果真的身边你有看到这样子的眉心的人呢 一定要提早叫他把眉心给盖了 OK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眉心哈 所以你看现在的你们知道了 会看呢 所以我们第一眼 你看人 你除了看眼睛 你再观察一下他的眉毛 再观察一下他的法治 法治啊眉毛感觉上是硬的还是软的 顺的还是滑的 逆深还是顺深等等的 有没有冲向硬坛冲向山根 这些东西你就要开始去看了 然后就开始从中容易找到答案 OK 所以你们开始会看一下了 好厉害 那第二种呢 就是旁边我写八字眉上面的那个图案 第二种八字眉 也是叫做八字眉 是这样子的八 就是变成一个八字 八字眉 这样子八 就很明显一眼看就是八个八字 中文的八字 代表 眉头 他的眉头是在上面的 上翘的 眉尾是向下的 这样子 所以这个眉头是向上 眉尾向下 所以他会有八字 八字的这个写法 八字人的性格 所以你们看一下 你们觉得怎么样 可以再考考你们 你们觉得这样子的人怎样呢 OK 所以考考大家思考 所以上面这样东西有时候用思考 思考 然后再跟你讲答案思考 嗯 系里经常看到哈 好我们看一下哈 这样子的人呢 这样子的人是感觉上 是不是觉得他好像没有信心哦 是吗 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 嗯这样子好像很没有信心 很没有斗志 所以简单的来说呢 这种人偏向于比较懒惰 不大愿意进步 不大愿意用脑去思考 OK 再加上 如果两个眉毛之间 当你八字眉他会有一个问题哦 就是距离 那天我讲最好的距离是多远呢 眉头和眉头之间的最好的距离是多远 你们还记得吗 最好的距离 眉头和眉头之间最好的距离呢 多况 就是我们把两根手指这样放 放在这个位置 OK 最好的距离呢 就是两根手指的距离 OK 但是八字眉的人通常会有一个问题 他距离肯定是比较远的 因为他不是这样啊 他不是我们眉毛正常的这样子 他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的话 是不是把距离给拉远了 距离给拉远了 这就说明距离太远 代表我们思想在这里 就说明这一个人呢 太天真了 想的东西好高骛眼 爱发白日梦 想的东西不切实际 这种是 这种是想不能够 所以他给你的意见 想的东西提出来的意见 你不要去吸收 因为他东西想的不确实际的 然后乱想东西 爱发白日梦 总是把事情想的太简单 太单纯了 然后没有危机意识 头脑简单还不用紧 还会懒惰 所以懒惰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不要懒惰 不可以懒惰 然后做事情呢 自己又没有组件 所以很难 你把任务交给这样子的人 他很难坚持下去 帮你去完成一件事情 他会坚重告诉你很多借口 很多问题 很多不可能的东西 他就总是做不好一件事情了 所以大事不能够交给这样子的人 ok 再来呢 你看看一下这八字梅 是不是给人另外一种感觉 什么样的感觉呢 是给我们一种感觉是 感觉上有一点忧郁 有一点不开心的感觉 对吗 有一点好悲伤 感觉到八字就是 嗯 不开心的感觉 所以我们不开心 才会八字嘛 才会把眉头这样弄一下 然后你没事 每天就绷着这八字梅 在那里走来走去 你没事就看起来很忧伤 这样子 唉 很不开心的感觉 所以 面向的东西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很悲伤 代表 如果是一个女人 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形 说明 她的家庭 身世背景 都比较曲折 比较离奇 人生道路 运势也比较坎坷 比较不顺利 而且 再加上 头脑不好 嗯 不会理财 然后想法不好 不会把事情想的残远 不会激化 然后花钱的话呢 有钱就花 到他手上 他什么计划都不会做 不会去反范回来 不会去考虑后果 有钱就花 多少花多少 不会存钱 然后这样子的人喜欢一个东西 傻傻的就是去买 容易受这个物质的诱惑 所以什么都不去考虑 所以如果一个家庭 你老婆 刚好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告诉你 你钱就不给他乱花完了 不会管理 然后没有危机意识 所以一生中呢 通常这个样子的人呢 就是一生中都在都在为钱所困 一直会觉得没钱没钱 为钱所困 因为什么呢 不会控制 不会管理 所以控制财运和管钱理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人活在这世上 在现今世上 不要讲我们怎么爱财 什么之类的现实 可是这就是现实的社会 一个人每个人都一定要会理财 知道怎么理财 不要不懂得理财 也不要今天有就今天用 用完他 不可以这个样子 一定要懂得理财 所以我本身很会理财 我不喜欢花钱 我非常不喜欢花钱 我就是做工 换住就对了 不不喜欢花钱 那所以对我来说呢 我一花就是花在大笔上 因为我就要投资 要确定是赚钱的 所以这个就是会理财 你要会理财 你不可以受一点点东西 是受诱惑 然后就是不会理财 到时候就散了散了 然后属于一个家庭的女主人 你不会理财完蛋了 不可以这样子的 一定要学习 不会的话 硬硬学上来 硬硬改变 才可以保住这个家庭的财运 老公交给你也会比较放心 他看到老婆很会管理钱财 然后懂得怎么分配 然后多余的钱懂得怎么投资 这样子是最好的 显内住了 ok 然后 再加上 这样子的八字眉的女人 比较笨一点 在交朋友上 没有扯度的 人又太过随便 太过随便 然后没有什么 算是随和的一种 所以 五湖四海 各式的人 他都可以做朋友 感觉上亲切 人这样子就好像没有什么不需要 感觉上人很亲切 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人乱乱交朋友 不会带眼识人 如果运气不好的呢 就会被坏人给带坏 给人家骗也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 还是女人 近一点吧 不要 不要这样子 所以刚才有八字眉 剃掉 重新画过 重新整理过 ok明白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 如果是男人有这样子的眉毛呢 八字眉 男性 女人是女人这样子 ok 算了女人 ok 男人的话呢 男人多么重要 一个家庭靠你了 一个社会靠你了 一间公司靠你了 男人 男人你站着一个很重要 又很有压力的一个角色 所以非常重要 如果男人刚好有八字眉的话呢 说明他这个性格呢 是比较温和的 不会跟人家斗争的 ok 所以你跟他相处一段日子 就会发现这样子的人呢 心性很广阔 而且很好很好相处 就是他的长相啊 看起来没有什么威严 再加上本身性格比较软弱 所以很容易受到身边的人影响 然后工作的前景也不会太好 很受限制 因为这些人呢 这样子没心的人太随和了 太随和了 没有什么斗智野心 所以大部分呢 只适合做低层 或者是管理层 或者比较普通的员工 不适合成为一个领导者 然后无法为员工 树立一个专严的形象 ok 所以在事业上的发挥就很有限了 ok 但是我觉得八字眉的男性人员是比较好的 朋友比较多 ok 虽然没有大富大贵的命 但是一生中 我觉得 只要努力做工 始终还是不缺 不缺吃喝的 对吗 ok 那八字眉的人呢 通常这样子八字眉的人 通常呢 财运比较普通 ok 不论是正财或者偏财运都很普通 他很早 几乎是不会出现 突然之间 中马票赚很多钱 一月报复的情况 ok 所以这个偏财就不用想太多了 那么正财方面呢 工作能力又很有限了 因为他没有什么斗志 没有什么野心 也没有什么心机 所以导致正财运也是一般罢了 所以这样子的人通常就是容易财来财去有多少钱也是花多少 因为刚刚好不够多余的钱所以比较难有更多的储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你要改变可以改变你的美心 男人毕竟要多一点点威严 要多一点点魄力 要man一点 ok 我看男人也是我 我也是喜欢man一点的男人 不知道你们喜欢这样子的男人呢 嗯 我觉得男人要带一点威严 要让我觉得很钦佩 这样子的 要驾驭得到我了吧 因为我不好死 所以他一定要能够驾驭得到我的 嗯 这是我的条件 当然你们可以设定自己的条件 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这样子的男性 会觉得他人很随和 很有安全感的基本上不会变坏这样子的 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责任做好来这样子罢了 ok 努力工作的 ok 只是脚踏实地的努力工作 偏才运不怎么好 正才运收收 ok 人生还算是平顺的 ok 嗯 那八字眉的话呢 如果这个八字眉的人啊 他的眉毛深的很软 柔柔细细的 你细看他的眉毛是柔柔细细的 的话呢 然后又刚好 也眉好 又靠近眼睛一点 就是就是眉压眼 刚才那种状况 比较靠近一点 这样子的人呢 ok 比较靠近没有那么严重的八字 比较靠近一点了 ok 后面可能是比较靠近 然后表示这样子的人呢 比较忧郁的 ok 比较多愁善感 这样子的 然后 也比较懦弱 比较怕事 然后 没有什么决断力的 是 可能做人 没有什么信心的那种感觉了 ok 所以我们写到八字眉 接下来我们写最后一个眉行 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你们大家准备去煮饭了 要去煮饭了 扫把眉 扫走眉 扫走不扫把 扫走扫走 ok 扫走 最后一个眉行教大家今天 今天的是扫走眉 扫走眉呢 是眉头比较浓 注意看他的眉型啊 眉头是浓的 ok 去到眉中过后 他眉尾全部是散乱的 很很酥的 ok 很稀的 ok 很稀疏散乱的 这种人看起来像一把扫走 所以巫婆的扫走 ok 所以我们叫扫走眉 扫走眉的人呢 个性比较不好 ok 不好的个性啊 你看这样子的 会好吗 个性 ok 不大好个性 事业上大起大落 多成多拜 起起落落 变化很大 所以这样子的人会 突然之间可能会报复 突然之间又很惨 所以大起大落的 然后如果他的眼像又不好 眼像又很奸诈的那种样子的话 或者有三百眼的话呢 这个就是要加上扫走眉的话 这个是严重的一个缺陷 这样子的人呢很容易去做犯法的事情 非常不好 ok 眉尾 眉尾也是代表着我们的失去 ok 眉头太尖太细的话 眉尾又太阔太散的话 很明显的那个形状 表示这一个人的心不好 头脑也不好 很喜欢跟人家勾心斗角 然后没有容忍之量 然后 又不是很勇敢 又胆小 然后又很心虚 整天做坏事 所以人很心虚 所以是属于面相中是属于小人的一种 小人的一种 很喜欢去猜忌人 很喜欢去怀疑人 自己本身也很多小人 这就是小人找小人 ok 所以有时候不要做小人 就是这样 因为当你做小人的过后 你就会发现做别人的小人 你自己也会造成很多小人 所以不要去做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眉心的人 通常很难得到安宁的日子 ok ok 那扫走眉的人 通常也是有一些其他的缺点 包括脾气大 很容易发火 脾气来的时候很快 自己不能够控制 然后发过脾气过后 完完都会非常后悔 然后又很懊恼自己 为什么刚才这么粗鲁 刚才为什么这样冲动等等 也是主意在性格上 自己控制不到自己 然后呢 在集体工作中呢 又很难跟别人配合 一下来 这样子的眉心的人 通常不服输 不服领导管理层 又容易顶撞善失 ok 所以导致一直顶撞人 ok 一直顶撞人 一直要去陷害人 自然的呢 就会很多波折在事业上 所以我会觉得这种人是自作自受 ok 所以不要去攻击别人 看到人家做的不对的东西 能够的婉转 要婉转 不要冲动 不要这样子 你会到时候变成害到自己自作自受 弄桥反拙 那就不好的 ok 另外呢 在感情上呢 这样子的眉心的人 嗯 不大转意 ok 不大转意 很多情很容易建议失钱的 ok 嗯 然后占有欲又很强 这个也是缺点 不大喜欢这样子 ok 我比较喜欢专意一点的 专意的 男人 你们喜欢怎样子的呢 ok 那么 再来呢 嗯 这样子的人就是 觉得在合作伙伴 如果你的合作伙伴是 生意上是这样子的 眉心的人哈 通常这样子的人他就 很怕自己吃亏 所以他一直就很担忧很保护自己 心怀不愧哈 所以导致到最后呢 最后太过保护自己 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就变成人家很难跟你合作 然后你全部都是顾到自己 到最后呢 就很难和人家长久配合下去 ok 对 这就是他的一些小切点 哈 然后我看一下哈 然后扫帚 扫帚哈 在财运方面来说呢 扫帚我们都是觉得 扫掉财运的那种感觉 会取名字叫扫帚 没啊哈 就是眉心里面其中一个 最没有财运的面向了 ok 所以尾巴散开来 代表着啊 这个人很难聚财 然后做事情上分钟热度 在工作中很难成功 眼观又小窄 然后就因为小事而破财 不相信人 留不住钱财 钱财不会控制 所以就导致财运不好的其中一种眉型了 ok明白哈 所以在这边呢 啊 ok 跟你们讲到差不多了 大家要去准备吃 准备晚餐了哈 ok快快的大概讲一下 最后最后最后跟大家讲哈 如果少走梅 女人有这样子的呢 少走梅的话 代表这个女人经常会感到忧郁 感到不安 然后很取人忧天 想太多了 想太多复杂的事情 然后疑神疑鬼 整个人很不开朗 很不开心 你看不到她的开心的 然后当你有这样子的心胸的话 不开阔 不开心的话 你的人生中就不可能一帆风顺了 自然在生活中就比较容易遭惹到小人 所以感觉上这样子的人一世一生中 很多问题会出现哈 所以这个也是嗯 不到好的象征 女人造走梅还有象征另外一个意思 代表她很薄情 代表一个人的情感哈 所以代表这一个女人呢 比较用情不专 ok容易变心 容易感情用事 然后冲动 然后没有理智等等 所以到最后呢 在家庭里面就会引起一些问题了 家庭纠纷等等 ok ok 可以了 扫走梅的一个 嗯 一个 要注意了哈 好了好了 我觉得我今天讲到差不多 6点 6点半了 6点半了 要去看吃什么东西了 我们要准备吃晚餐了 今天晚上应该是在10点的时候 我们在线上在直播 再聊一下 看看今天晚上要聊什么课题 我可能会在房间里面睡房里面 跟你们做直播上线 今天做了很多直播 很高兴 大家都在线上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学习快乐 然后今天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以后呢 再看眉心 虽然你没有学完全部的眉心 但我相信我这样子分析下去 你们多多少少已经掌握到 眉毛是怎么看的 对吗 多多少少掌握得到 多多少少已经有一点概念了 所以我们停一下 然后我们接下来明天学别样东西 然后学学一下 然后又再接回眉心 ok 好就这样子了 ok大家准备吃晚餐了 ok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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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